能,收得很紧,拉开很漂亮的,很婉转的,然后再折下来,非常漂亮 能,能的轻重做得非常明显,这是重,重,轻,重,然后轻,画圆,上去,上面是重,黏在一团,又轻,又轻,略重 逆上去,加粗细,又重了,撇下来,所以它的轻重环极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不比上一个字稍微沉稳一点,但是我还觉得重一点,但是我觉得它还是飘忽,因为主要是这个地方 它也不把它收笔,也不把它勾起来,就这样飘过去,所以这里飘,这里飘,有点飘忽啦,这个点是鼓起来的 不,刚才已经飘过了,到这里我还是觉得,虽然它写得比较重了,我还是觉得飘,主要是下面这里,它又不站稳 然后连这个,也是要纳要顶要纳的,看起来也是飘飘的 这个移啊,就这个旗笔跟这个手笔有点问题,因为你从上面写完,然后从下面绕上来 肯见它这里已经重新沾默,又重新写或怎么样 所以这里又从下面上去,然后这个写完又往上挑,秘密这个在下面,往上挑 跟我们现在行书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这边的旗笔还是从旁边上来,留下来的油丝 这是左边一组,带起来右边又飘过去,过来甩下来 又来这一招,又往上了,照理说往下,它都喜欢往上勾啊 纸,纸就写稍小一点啊,很标准 这个点是回风进来,起来出细,细稍稍稍稍稍稍 不能断,变尖 又是这种绕而绕去啊,我说剑矩要抓准啦,我说靠得很近很近很近 剑矩要绕而绕去绕,这这油丝啊,都要留着拉着 我這裡又突然一個很重的筆劃彈回來 又撇出去 這種字最難寫的 心 心超難寫的 偏偏它又不斷 什麼叫不斷 它起來以後 順著的油絲下來 再下來 中間的油絲啊 基本上是一直持續著 這牽絲 牽絲 都要繼續牽 連到這裡的時候還有牽絲 左邊好重 甩起來 右邊比較輕 右邊比較小 左大右小 懷 你會發現這個書畫都逆上去 所以上面是圓的 書畫逆上去 所以上面是圓的 這裡沒有點 這裡是撇下來 這個拉上來 七筆下來 所造成的不是點 撇 點 這樣就OK了 懷 懷一點 嗯 點 逆上來 這裡有點弧度 又敲上去 懷 方的 比較緊的 向中間集中 靠近一點 撇 尖 中間這裡突出去 下來以後再折上去 這個點 膨脹起來 馬上收縮 兩點 下去以後 這個 折進去 注意這個稍微歪過去 再歪回來 這樣才有彈性 這個折性 它折的並不快 折進去 所以這裡會缺孔 因為它 它的方向是比較劇烈的 往內折 礦 這兩點它壓的 看起來壓的比較低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抬高一點 再寫 通常會拿高 不過這裡倒沒有 這裡下面拉緊 進去 扭出來 這個直接折進去 所以這裡有破破的感覺 修 它又繞了一下 下來 這裡其實它比前面 就已經開插了 所以這都應該是開插 造成的效果 不過它也不太管 那不重要 這裡稍微遲移一下 再下來 下面就很完整 這裡感覺是筆有點破掉 所以上面有點缺啊 下面有點缺的效果 所以有些筆很難模仿 是因為它會破 我們又不會破 它不會破的時候 我們偏破了 唉唷 事事不如人意 斷 又從旁邊起筆 這是它的習慣 我們現在行術要從上面留下來 拉下來的效果 不太一樣 這這這這 很有彈性 短 短也是 細細細思在那裡 短是要寫得比較結實 真的有點像 比較短比較結實 沒有特別把它拉開 某種程度還蠻符的這個字的意思 短短的 這都沒有拉開 這個都不拉開 一點點而已 比較緊 所以第二次出現 還是先寫橫啦 但是現在通常先寫平 不管啦 那我們來看這邊 它的習慣又跑出來了 一定要穿出來 隨至第二次出現了 所以不能寫一樣 這裡到這件事情 比較熱一點 這裡感覺是逆回去 先寫一個點 再撇 然後細的 然後細 跳上去 這邊 還是穿透 還是穿透 點 測一下 你看 撇 還是從這邊起筆進去 它的習慣又起筆過來 那你比如說 你可以抓到一個公式 其實它這一筆 經常從旁邊起筆 其實這跟我們後視行數是不一樣的 滑 逆上去 吸大出 重 有點按下去的效果 直接逆上去 它喜歡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會讓你的字比較停 有點歪歪的畫 中寫得非常細進 挺進 然後最大的問題 是這個過來 為什麼又從這裡下來 不是這樣 留 留就好了 為什麼一定要從上面下來 還是蠻堅持 看別人有沒有堅持 別人就不堅持了 你看直接進來 直接進來 只有它還要堅持 又從這裡下來 下筆下來 中就有所謂的瘦境 左邊寫得很窄 很窄 瘦境 右邊 嗯 好瘦好瘦 只有這個地方把它秤四 拉開 撇過來 再有時候直接點就好 沒事它又從上面再來一下 你說得很窄 有所謂的 在那裡 如果有一段時間 就好 走 走